北京时间1月10日晚 CBA常规赛第21轮 广东南南轻松战胜同西队迎来4连胜 不过近4场比赛 广东队并没有遇到比较强劲的对手 所以杜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显得并不开心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就在对阵同西队比赛之后 时间已经接近半夜11点了 广东南南官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 赵瑞近期感到身体极度不适 加之脚踝的伤势日趋严重 严重影响到了齐本人的身体和竞技状态 经专家会诊方案 赵瑞将休养和治疗一段时间 这个消息的公布 也就直接道出了赵瑞缺席多场比赛的真正原因了 如此看来 赵瑞恐怕会缺席第二阶段剩余的全部比赛 这对于目前的广东队来说 确实是非常不利的消息 第二阶段开赛之后 广东队就遭遇到了两年败 第17轮比赛又是20分惨败辽宁队 排名一度滑落到了第7名 这是广东队在近几个赛季都没有过的情况 在对阵辽宁南篮的赛后 新闻发布会上 杜丰甚至罕见地表达了 对于目前辽宁南篮的人员配置 非常羡慕的话语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杜丰对于当下广东南篮的人员情况 显得颇为无奈 随着第二阶段比赛 张浩家和张浩二人的受伤离队 广东队遭遇到了用人危机 而球队其他年轻队员更是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在场上对于球队毫无贡献可言 如今球队的后场核心 赵瑞又遭遇到了伤病困扰 这让目前的广东南篮雪上加霜 而在1月10日晚间 在广东南篮官方发文公开赵瑞伤情40分钟之后 赵瑞本人也是亲自在社交媒体上 道出了自己确实是伤病原因缺席比赛 会努力康复尽快回归球场 赵瑞短时间不会回归的话 那么在第二十二轮 广东南篮再次面对强大的辽宁队时候 恐怕又会以惨败而收场 如此一来 常规赛被辽宁队双杀 对于广东全队来说 势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再者与辽宁队的胜场差将会达到四场 在目前常规赛已经过半的情况下 广东南篮想要反超辽宁队 恐怕会很困难 虽然目前常规赛采取的试赛会制 但是不排除在季后赛中 将恢复主客场制 这样一来 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将会拥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目前的广东南篮确实遭遇到了球队最大的困境 在近两轮 广东南篮分别对阵吉林和同西比赛的第四节 杜丰主动的派出年轻队员去锻炼 不过得到的结果却令杜丰非常不满意 对阵吉林队的第四节 广东队输给对手14分 对阵同西队的第四节 广东队输给对手11分 从这两场比赛就足以证明了 目前广东队的年轻队员依旧难堪大任 每场比赛几乎都是依靠着威姆斯 易建连 周鹏 任俊飞等几位年过30的功勋老将 苦苦之声 这就是为什么杜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多次重点提到年轻队员问题的最大原因了 广东南篮的两大制胜法宝 就是全场博命是防守和外线三分 如今在人员不起整的情况下 全场博命是防守非常消耗体力 所以收效甚微 再者目前广东队的三分球命中率 照比上个赛季下降很多 如此一来 广东队想要赢球就非常困难了 1月13日的疗越大战 恐怕会提前失去悬念